因为我要特别介绍我两位同仁 因为时间其实因为怕耽误大家待会赤败休息的时间 每个人只有15分钟 我特别提醒他们长话短说 但是如果真的有稍微over一点点先请大家介绍 因为他们真的有很多的实际在模型建制过程当中这个宝贵的经验 我不敢说他们讲的就一定都是对 或者是将来就是要这样子做 而是在他们这一个操作的过程里面 那他们其实你可以想在半年前 我坦白讲我们对于积淀的子弟怎么弄是完全不会的 那所以我来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被教育跟训练的 那我也相信我知道很多的建委师 很多的从事工程人员都说我要做病我要做病 五年前他也讲说我要做人 三年前又看到他又要做我要做了 到了今天都可以我也要做我也要做了 就做到他没做 那我觉得接下来就是我觉得要做不做其实很简单的拿起来一直坐下来 滑鼠开始滑一滑指令开始动就可以做了 好 那队长好了没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 掌声来欢迎我们彭继氏彭略章 那各位各位党官高潜副司长还有 林建崇副长还有建律师工卫一长 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今天特别感谢高潜副司长前来 因为第一次在这个这边就高潜副司长听我们这一题的解说 那我们这个大楼已经建了大概至少四五个月了 真正实际作业时间可能超过好几千个小时 那我这边就是跟大家分享 市府大楼几排水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特别重要的原因是 我们在底下长场有说明 如果你的建筑里面没有这些血管这些管线的时候 我们喝水我们洗手我们用测的这些空间 其实没有这些设备的供给 那但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说 很多人没见过这部没见过这样的资料 所以大家会有点担心如何着手 所以我们从很彻底的工作开始跟大家分享 那我时间不浪费 第一个就是几排水的一个健康工作 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大概分五项 就是说可能会有特制设备 比如说雨水过滤系统或是其他的 其实他有很多很杂的很细的这些原件项目 有一些是美规有一些是日规 有一些是后来他增进来的 他没有那么多钱去买美规 有那个抽水的大型的盘有些 可能一个要两三顿 后来已经有积聚在吊进来 所以他就买很小便宜的 所以我们最后再整理这些手稿的工作 非常困难 因为真的没有资料 只能问师傅 师傅可能还都没有手的生意 那像中基层的这些水箱通鉴 我们也进入无数次 就是一直进去看 因为他水管接来接去跟均工图就是不一样 那管线的交集部分 像我就跳了几个 管线交集部分也是乱 就是跟图完全不一样 尤其是会有完整 到转来转去 现在这个是可以看到转来转去 在可以看到的地方 还有没有看到的地方 还有管线的地方 管道件的地方 所以我们一一为大家来说明说 我们有什么破解这个 然后我们线刊工作 我们重要就是 当然就是图解系统分类 那很感谢Muse全力支持我们 Muse这边有一些 他既有的一些原来发包厂商 他们在整理的 他们后来整理的一些资料里面 就把这些挤排水系统 消防、机电、电力这些东西 都写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去 重新去推广说 我们到底哪一些东西没有关联到 那这个大概我们 现场设备访凡之免不了 而且我们不只跟秘书处的人 我们也跟机电人员 所以我们也感谢第一线机电人员 因为他们就是实战经验 然后我们会去现场做一个手绘稿 测量 有些设备可能已经资料已失了 这已经十多年了 所以我们会去重建 那重建我们大概 线看工具我们可能会用一些 红外线的这些工具 出入建的一个成果 大概它的这个 我这边目前只会两个资讯 一个是 就是我目前只有集水的资讯 那因为排水是也很大 那我们现在集水的资讯就是 它包含这个 我们浇灌的设备 蓝色的 这个深蓝色的 然后这个中水系统是绿色的 那给水供水的是水蓝色的 所以它的系统里面架构就是大概分这三层 三个层次去整栋大楼的供水 重力分成的一个给水方式 那比较重要大概就在第四的部分 那所以就是这个是所有水箱的一栏 大概就是这几个水箱 那地下室最大的水箱达到375吨 那除此之外它中水的系统部分 这是中水的系统部分 还有一个超大的在发基里面 那也包含污水设施的 也都在发基里面 这种一般建筑都是这样子 那我们建这个墨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读它的墨 刚刚部长有大概介绍 就是我们要认识它的墨座 所以我们也不外乎去认识它 大概有哪一些 比如说这次新达就是冷水的 然后这是也有热水的 也有回水 也有中水的 这一些包括马达 这些包括它的各项法类 还有就是管径 管径尺寸跟后部 也对我们壁膜的建置非常重要 因为那是会影响到后续维域的使用 那这个部分是给水 就是我们在壁面图上看的深微图 我把它放大一点给大家看 其实这个每个管的对应 就会回到壁膜上建置的一个成果 那它其实就是说 它也会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图 让我们去了解 这接了一个马达 那这马达这个阶段 我解的这个阶段的图是比较前面 这后面这马达都建起来的 但是也是比较复杂 而且我们下面也有那个3D出图的 出这个模型的机器 所以也印出来 大家有空可以再看一下 它其实都是一个比较特色的设备 那接下来我是要说就是说我这些图读了之后 我其实我就开始做一个管径的分径 还有分水方向分色作业 那这些模型里面可以去建设 那可能第一栋我就是建这些管线的一个在一个模型里面建这些用水 它分哪里之类 然后把它分开之后 它的用色它有什么特性 那从图里面去查找它的位置 其实这个是传统的这个图说 是比较难去理解啦 我说真的 然后再来就是 我也会去设定它的材质 这是比如说这个给水 我们大部分都是用不锈钢 然后是用这个焊接的 8英寸管径6英寸管径 比较大的就是这样 然后基本上颜色我都用同一种 然后切剖面的一个状况 然后这个设完车 其实我们还回到这个模型真正里面 管径的设置作业 也会考虑到它的管材的一个管壁厚度 流量大小 这其实是做了之后 其实我相信病软底也有这个 这个相关的水电分析 这也可以再继续应用 那这个部分是B4的一个现况 其实这一张是它的那个马达的一个情形 它有大马达、中马达、小马达 它有好多抽水马达 然后这是它的力管 就是当然有一些是下到地下伐纪的部分 去做中水的补充水 或是从自来水再去做消满的补充水 那我们这是现场去拍了一个情形 然后把它画成一个模型的状况 那这是整个一个 一个算是有点普通式 这有地步的好处就是可以看 它有一些哪边窗板 然后哪一些是穿梁 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到 那我们高度我刚刚有讲过 我们是用红外线测线去打 所以就是说我们一方面 我们是按照图去画 一方面再去校正图 所以这个作业时间是非常耗时 所以这边有凸起来 这边大概就是那个厕所管道间的部分 大概是这样一个方式 那这个部分就是中气层的部分 那中气层的部分 我们也是合时去画 但是有一些管线实在是不可好 因为转的太厉害了 连继电祭祀它都不找人在哪里 除非我们用透地雷打去打 那有辐射的 那我们只是暂时没做到这一步 如果真的要完成 我们建议就是按照你维修最需要的点 然后先建 那其他那些管管 比较不会发生问题的部分 我们就先不做 那目前就是说像五十三龙 也常发现又是漏水 现在开始就是有一些地方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最近刚好漏水的景点 我就有机会去看 那有一些天花可能不容易打开 它也就很难去做处理 那这是那个 像池刚刚有介绍过 它这个管是 它是一方面是往下 一方面是往下 所以上面下来的供水 供到它这里 然后再往下 那这是它的图面 那我们这个位置大概是会在这里 那这边是三十一楼的部分 那我们三十一楼的部分 主要是有两个水巷 大水巷 一个中水 一个是自来水 所以两个水巷 就像它们分立 那分立 管道之间其实也会有通 连通的部分 那这个水会补过来 其实就是我不见了之后 发现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性 那出此就是说 本大楼应该有超过五十%的水 是用中水系统的 这也是很好的 就是真的是节能减碳 然后这是那个底楼给水的部分 底楼给水的部分大概是我觉得是算是比较 比较 我觉得本来应该是说比较简单 可是其实它很多我们的那个瓶生用水 其实瓶生用水那块银水那一部分 我在这边并没有交代 银水那部分其实也蛮复杂 我们的水过滤到几乎可以直接喝 就是它都蒸馏过 它用了好几层的设备 那这个是卫浴的情景 那我们在画那个管的时候 看起来是一直线 其实管段它在 它在 它在那个 水电在做的时候 其实分好几层 像我们这个打开来嘛 打开来这个 比如小便斗这个部分 它其实管径就一直在换 大管换小管相管在换 不然它的那个接水桶 喷水那地方会冲坏掉 所以这边就常坏掉 因为它没有接的很好 它这边是用一个 软管环折的地方 所以常常我们市府 最常修的就是小便斗 所以有并魔有什么好处 当它提交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对它的这个 设备优先审查 所以当时应该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也不知道它会冲坏 我是没有拿到数据啦 如果那个 拿出那个数据 以后检修性的语言 我会说我们可以拿出那数据 哪一些部分检修又特别多 我们就知道那一个设置 到底能不能以后值不值得先更换 有事有这个好处 那接下来就是 这个是一个原件设备的汇整 就刚刚我说有那个表之后 那我们可以看 其实它包括交换系统 饮用水系统 乘水帮补 乌水帮补 乌水帮补 跌法 它跌法就已经五六种 至少五六种 它有电子式的 那像8英寸的它可能就比较特别 一般的它可能就是一个旋钮 刚刚有看到旋钮而已 那8英寸的它要特别用这种去做 让它有订水帮法 电磁法 这个 那我这边再补充就是说 其实我们一直在谈COVID 我们这个模型因为要测试要用 所以我们也开始就是跟台北市双美合作 然后跟学会这边 其实有定了一个叫做 进攻模型属性资料 作业规法 那这个标准我们有很清楚的编码 所以版本也有控制 那我目前会按照这样的一个关系 在各家的并模里面 其实都已经有自动化导入 并运的资料的一个程式 所以我们会再 会怎么做 我没有这样的东西 我们其实就可以一动一动做 哦 可能在识别资料里面去打 这是我们真的有打 我们真的有打 就是它这个 自来水巷 它是大顺 大顺行工程股份的公司 代理上是 今日实验股份的公司 它可能它的型号 它的尺寸是什么 那这个是有助于将来 如果说这一座真的坏掉 因为现在真的发现 很多设备替换的频率 你建了之后才发现 它替换的频率很高很高 因为都不一样 而且有的设备可能只能买一次 进不来的 所以我们建了这样一个资料 对后续真的会 我可以想象它的好处 那像这个反射这个是 375吨的大水巷 它其实就是一间很大 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那这边的话就是说 因为时间也差不多 跟大家分享一下 几台水常见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可能会画这个 画这壁膜 它其实在介有软底里面 它可能有些原件必需要的尺寸 没有办法稳 它的弯管它并没有办法 就是我怎么再调啊 它就是没有办法符合我的需求 那个必须要等原件的这个程式 去做一个改善 就说我们可能是 台湾可能是比较小的 做的那个是比较经济 就是我们建筑的设备空间 都做的非常非常经济 所以当真的经济的空间 我反映到我真的磨在话的时候 其实那个师傅 现场师傅也是转的很厉害 他怎么样都把他起进他的空间 就起得很痛苦 我们去洗澡看 就是那边大管小 不然那管道间没有放大 他后面那污水管两只 是几乎靠在一起 我不知道那个 最后粉刷层的厚度 不知道有没有粉的上去 粉的上去 因为真的很痛苦 所以我们又发生矛盾 就是说原件它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指引 对 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上下层的那个管线 上下层的管道间 它位置没有一样 所以它会跟墙壁体去碰撞 那有一些我们现场真的 没办法找 除非我躺在那里 他这间不是 都出问题 他就这间 卡到这样 就我管子 实际管境我去放 因为你以前卡的图 画画的管境很是假的 他没有按照真的管境大火去放 我现在真的按真的管境去放 就是他转成这样 转成这样乱七八糟 就是那个小小的那个扣 里面要塞这个 这个真的是一个问题 如果有病的话 其实可以提前去解决 这个是毫无问题的 然后再来就是说 图梭板线跟现场不一致 数量也不一样 那当然就是起成这样 就会发生 我今天的分享原则就是到这边 那我是觉得说 很感谢说高富士兰 那前部长给我们这个机会 让我们可以去余生的Sty 这样 那我觉得 后续我马来是会继续努力 说说如果让他 各方面的导入益用 那以上这样的说明 谢谢大家 接下来要欢迎的是